过去我们都知道不能吸烟 不要吸二手烟 近代有一个研究发现 有一种烟也正在伤害孩子的整个健康 叫做三手烟 而且有22%的家长不知道 三手烟其实伤害你的孩子的健康更严重 那三手烟是什么呢 三手烟就是香烟燃烧之后的米古丁 加上空气中的亚硝酸跟臭氧 合成出来的那些毒性微粒哦 这些毒性微粒呢 其实会黏在你的头发指甲还有你的衣物上 所以你以为在家里面不抽烟就没事吗 对孩子就没有影响吗 错了 黏在你身上了以后 你回去的时候可能你坐在沙发 毒性微粒就在沙发上面 你抱宝宝 这些毒性微粒呢 就直接到孩子的身上去 而且这些米古丁呢 其实有很强的表面附着力 它常常呢 会黏在孩子常接触的这些环境上面呢 长达三到六个月 这么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最严重的不是闻到 而是把这些毒性微粒吃下去 所以三手烟会透过你 带回去到你的家里面 一个人吸烟 其实是全家都在吸烟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 美国科学研究发现 这些毒性物质呢 里面竟然高达11种致癌物质 而且呢很多的科学研究也发现呢 其实三手烟会造成孩子的呼吸道疾病 甚至跟中耳炎还有关系 最近的研究也告诉我们 其实很多孩子的认知 阅读力下降也跟三手烟有关 每当谈到环境的议题的时候呢 我最担心的跟最重视的就是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很多的孩子会说一句话 爸爸你为什么可以吸烟 为什么说抽烟不好 可是大人却一直抽呢 其实我们都在教育孩子不要抽烟 对身体是有害的 可是周遭的人甚至是父母 我们都可以随时看到在抽烟的大人 我们要怎么样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呢 所以戒烟吧 父母的身教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让孩子非常非常的困惑一件事情 难道抽烟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小 不能抽我长大之后就可以抽吗 所以戒烟吧 为了孩子戒烟吧 很多孩子呢 因为没有办法抵抗同财的诱惑 就会非常非常好奇去抽烟 甚至进入这些抽烟吸烟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 是来自于父母在教育的时候的不明确态度 什么叫做不明确态度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告诉他不可以了 可是呢 他却接收到的就是只有不可以 长大之后可能可以 所以我们应该要从小教育 有三个教育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个叫做情感教育 什么叫情感教育呢 我会跟我的孩子讲 爸爸妈妈是因为关心全家人的健康 所以我选择不吸烟 如果你也关心你爱的人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做呢 我会刺激孩子去思考 我会刺激孩子来模仿 我会刺激孩子来观察 我会刺激孩子来观察 这是第一个叫做情感的教育 而不是只有跟他讲不可以 第二个呢 其实要告诉他吸烟的危害 像我们这些影响健康的这些影片呢 其实都要让孩子知道 因为孩子知道了以后 他才会知道说为什么不可以 而不是一直觉得是大人交代的不可以 这背后可能对你自己 对他人 对家人 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最重要的就是以身作者 给孩子树立好榜样 当他的环境里面 没有在吸烟的人的时候 他长大以后 也不会变成是一个 会吸烟的一个大人 所以为了要保护你 为了要保护你的孩子 要保护你的家人 请戒烟吧